把命运剂子泡在清水中 出锅就是山西地方特色美食 相信很多朋友没有见过 也没有吃过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嗨大家好 我是小苏 一圈森林求关注 首先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木耳 加入一小勺白糖 适量的温水 给它浸泡一下 然后锅中水烧开 加入一小勺的食用油 一小勺的食盐 搅拌至食盐充分的溶解 菠菜的草酸含量非常高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给它焯水 去除一下草酸 焯上两分钟之后 菠菜变软 直接给它捞出控水 放入提前准备好的凉水中 使它快速的降温 把菠菜放入到豆浆机中 用厨房剪刀剪去根部 留下叶子部分 再往里面加入150毫升的清水 圈个好物豆浆机 然后使用果蔬功能 搅拌一个果蔬汁 接下来我们开始和面 盆中加入500克的普通面粉 然后倒入刚才搅拌好的菠菜汁 搅拌至五干粉 开始下手揉面 揉到面光盆光手光 像这样子就可以 盖上保鲜膜 放在一边松弛上五到十分钟 直接取出 放在揉面垫上 给它搓成长条 再分割成大小相同的小剂子 直接揉圆之后 整齐的摆入盆中 就可以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水没过面剂子就可以 把面剂子在水里泡一泡 出锅之后特别适合老人小孩使用 最少浸泡20分钟就可以 一定要准备上一颗又老像木头一样的南瓜 切也切不动 这样的南瓜就像板栗一样 口感非常的香甜 南瓜不用去皮 直接改刀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盆中备用 一小把的豆角 使切成粘形块 切好之后装入盆中备用 一定要准备一小块豆腐 先把豆腐切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方块就可以了 平底锅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 油热之后放入切好的豆腐 做这道美食一定要使用煎好的豆腐 煎豆腐要想好吃 选择火候则是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使用中火而不是大火 这会导致豆腐煎的时间比较长 吃起来容易冷 火力大又容易煎焦 所以一定要使用中火 把豆腐的每一面煎至金黄 放在一边备用 把煎豆腐剩下的油倒入锅中 面食要想做的好吃 炝锅则是非常的重要 以前切好的葱姜蒜 一定要给它炝出香味 再放入切好的南瓜 加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五香粉 翻炒一下 让南瓜融入炝锅的香味 然后加入适量的生抽 一丢丢的老抽 继续翻炒上色 炒好之后 加入提前泡发好的木耳 还有这煎好的豆腐 再倒入2000毫升的清水 盖上盖子开大火 把汤汁煮开 汤汁烧开之后 计时10分钟 把南瓜煮至软烂 再放入豆角 豆角放入的过早 出锅之后 颜色会非常的难看 现在我们的面剂子 也已经泡好了 面筋得到了松弛 用手轻轻的在水里一撑 就可以撑出又薄又透的薄片 像这样在水里 给它揪成一片一片的 用当地的方言就叫Fugda 揪好之后 放入到做好的汤汁中 继续揪下一片 水疙瘩揪的是越薄越好吃 大约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面片都可以揪好了 再倒入一点刚才揪面片的水 加上一勺鸡粉提鲜 用开子翻拌一下 开中小火把面片煮熟 淋出锅前 一定要淋上这喷香喷香的葱油 这道三星美食水疙瘩就做好了 就是这水疙瘩 出锅之后拿肉都不换 一不留神就会连吃两大碗 变成人可是从小吃到大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